大家好,我是猛火冰 今天的游戏订查宾,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由网易雷火工作室开发,号称网易最后端游的逆水寒 骂逆水寒的视频大家可能见得多了 尤其是去年6月份公测那段时间 骂逆水寒简直是B站游戏区上热门的不二选择 但作为一名曾经的端游开发人员 我深刻的明白游戏公测时 Bug不断有上负面公关 优化问题频出会给一款游戏带来多大的麻烦 所以我不仅没有跟风骂 还花费了不少时间,金钱在这款网游上 第一时间入坑,深度体验了两个月左右后就A了 A之前和朋友一起通关了当时最难的五阳城副本 之后虽然不玩了,但依旧会关注游戏的内容更新 然而一年的更新中 这款游戏并没有如我所期望的那般 逐渐变好解决其核心问题 反而愈发干预现状,不思进取 我认为是时候出一期视频认真地分析一下 这款产品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为了保证严谨性 部分内容我还专门找了之前参与逆水寒开发的朋友做了确认 结合我自身上千小时的游戏体验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理解视角 先放结论 我认为逆水寒是一款极为纠结的产品 它从内容到宣发处处充满了矛盾 它既想要点卡收费来吸引平民用户 又想像免费游戏那样挣到不菲的人均付费 它既想要做有趣的单人体验内容吸引轻度用户 又要做重度社交来捆绑玩家 它既要做难度颇高的PVE 满足副本玩家挑战欲 又要做PVP来满足土豪玩家的战斗欲 而这些截然不同的目标 被强行捏合在一个经济体系之下打包售卖 不仅让自家市场部门不知该从哪一个角度发力宣传 更让慕名而来的那些有时不同需求的玩家 认为货不对满怒火中烧 它的开发目标极具野心 却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极为保守缺乏创意 最终导致它现今的口碑崩坏 我认为目前开发组要做的 不是顺着目前的思路做哪些新的内容 而是要认真思考究竟要做一款什么样的游戏 做更为根本性的改变才能持续做下去 造成这种什么都想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也行 逆水寒承载的是 网易想要做一款不属于直接竞争对手 主要是腾讯和西山居的武侠游戏的强烈欲望 正是这种欲望使得逆水寒从12年立项起 至18年公测这段时间中 反复多次的推倒重做游戏的内容和玩法 并不计成本 不顾市场现状的拔高游戏的画面精度 逆水寒早期测试时的优化很差 顶级显卡也很难满特效60帧 做过游戏开发的朋友应该都清楚 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降低模型精度 优化加载逻辑 可逆水寒项目组死守的一个底线却是 我们的植被建模和贴图精度一定要比天刀高至少4倍 而这无疑给游戏的优化和美术素材产出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但其实最终到了玩家面前 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分辨到底谁画面好的能力 远的不说 就说当年国内MMO三足鼎立的时代 永恒之塔 魔兽世界 剑王3 哪个游戏画面好 各执一次 说什么的都有 甚至当年还有说 剑林画面差 除了油腻一无是出的 所以像天刀那样把建模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玩家决策上 才是网游行业的通用手段 再比如 逆水寒公测师为什么不能捏体型呢 因为当时项目组内部觉得他们不想像一般网游那样 用特效的方式实现假的体型变化 而是要像A社那样做真的体型变化 各职业体型设计做了多次反攻 甚至导致之前已经做好的职业技能动作前功尽弃 直接拖慢了新职业的上限 还比如逆水寒游戏中有一个目前看来挺鸡肋的NPC好感值系统 目前游戏内的NPC好感度只能触发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任务 大部分玩家甚至都已经遗忘了这个系统的存在 然而在策划最初的设想中 这个好感值系统可是游戏重要的任务驱动核心 大量的奇遇和任务都与之捆绑 目的是提高游戏的沉浸感 让玩家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真实的江湖世界 但最后却因为进度和难度的关系被基本放弃 最终上限的版本根本达不到官方宣传的会呼吸的江湖的水准 其实当时逆水寒的这个提高沉浸感的设计思路 得到了网易内部人员的诸多认可 甚至还出现了内部剽窃的情况 后立项的储留箱手游项目组借鉴了逆水寒的诸多任务系统方面的设计思路 并且还先于逆水寒上限 这在当时网易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双方领导剑拔怒张 然而到了玩家这里就成了逆水寒抄袭储留箱 在这一点上 我还是非常同情打碎了牙齿王肚子里咽的逆水寒项目组的 可以说过度膨胀的野心 使得逆水寒项目组陷入了一个很奇怪的开发困境 他们将精力花费在了与竞争对手乃至自家游戏 在某些特定环节的竞争之上 但却忽略了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玩家真的在乎他们花了许多精力的这些部分吗 MMORPG从来都讲究一个木头效应 决定游戏口碑的是最短的那个木板 片面的拔高某些方面的追求对玩家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说好听点这叫做不将就不妥协 说难听点这叫自嗨式开发 罔顾用户实际需求 用户需要的是十个八分 逆水寒拼尽全力做了三个九分 却留下了六个五分和一个没做完给用户 这不就是典型的取舍适当吗 膨胀的野心和有限的开发资源间的矛盾 这便是逆水寒所犯的第一个错误 拼心而论 逆水寒这个游戏在某些方面做的很不错 比如海量的过场动画 令人印象深刻的直线剧情 许多堪称绝艳的场景设计 以及良好的环境交互 但真正要命的是 他在这些方面的高标准 根本无法拔高整体游戏的内容 因为逆水寒在许多方面 差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境地 尤其是经济系统和数值系统 这两个深刻关系到MMORPG的核心要素 角色养成的系统 远远落后于目前行业的平均水准 想起当年刚入行时 和一些老的游戏从业者聊天 他们经常说网易的MMO经济系统做的好 是业界标杆要多多休息 但逆水寒却完全不符合这个认知规律 他的许多游戏内重要资源投放 都没有经过审慎的考量与打磨 上线一年来 光是金币和装备的投放与消耗 就大改了无数次 老生常谈的压标问题就是典型例证 压标玩法在最初版本中 投放了90%以上的游戏币传出 说白了 你想点技能买装备 除了收游戏币以外 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完成每天的压标任务 然而这个压标任务是什么呢 是一个两轮总计40多分钟的枯燥PVE 几乎没有任何操作难度 也没有危险 就是傻呵呵的在电脑前滚键盘 不仅让正常玩家无聊到先桌子 还根本无法阻止工作室刷游戏币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开发组时间不够 随便做了个投放途径 临时填充一下 后来向老员工求证 这个玩法很早就定下来了 大概来不及迭代和优化 才造成这种问题 这个每天占据了玩家海量时间的玩法 为什么能让开发组觉得优先级不高 以至于做到这种完成度就敢上线呢 那么后来一年多时间 如果认真补救 大概也修改的差不多了吧 才不是啊 后来的确加了好几种不同的压标方式 到了今年直接彻底废弃了原来的压标方案 但新的方案也只是加入了一点点PVP成分 在其中有被别的玩家袭击的风险 但无聊和占时间的问题 压根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我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雷虎的策划认为 这个搬砖档压标40分钟点卡前 是绝对不能少挣的 如果抛弃这个设计 会对他们和在线造成巨大影响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有多少人是因为受不了 这个搬砖型的愚蠢玩法才离开游戏的 于是留下来逆水寒的玩家群体 就分化出了两类极端群体 一类是愿意玩游戏发钱的中大 他们的时间很宝贵 压根不会去做这种搬砖的玩法 而是要去体验游戏的其他内容 需要的时候收点游戏币就完事了 另一些玩家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搬砖效率的仓俗的 他们手头上往往有五六个好 一切游戏玩法 只要和搬砖无关 就都不会去参与 专注挣钱一百年 可能有的观众觉得 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嘛 哪个网络游戏 不都是不愿意花钱的玩家就要搬砖 这天经地义啊 对没错 但你们不要忘了 逆水寒可是个点卡游戏 所有玩游戏的玩家都已经花了钱了 对于主流小科威克玩家来说 不仅要花钱玩游戏 还要搬砖点技能做装备 争取打架又要被大耳碾压 这日子是人过的吗 对没错 这个游戏有不少值得单人体验的内容和相对公平的玩法 但占据玩家每日时间主流的 不还是这些设计水平低下的搬砖玩法 压标不过是其中一个小部分罢了 其他投放难道就好到哪里去了吗 拼命玩家打狗粮的一条龙四副本 玩家都打了一年了 还没烦吗 我打两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内心毫无波动了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玩了一年的玩家都过的是什么日子 还有商铺系统 一个如此依赖狗粮做装备的游戏 居然交易系统做的如此原始 玩家店铺都不能用价格和词条筛选 需要一个个的烦 新区上百个店铺能看到你眼睛发昏 这是一个2018年的游戏应有的样子吗 不要说这是什么网易游戏的老传统 我看只是因为觉得看店铺可以烧点卡罢了 当然了 不排除真有那么一丢丢老网易玩家喜欢 但游戏公司会为了这零星几个玩家做这么大的牺牲 让大多数正常玩家抓狂吗 说到装备我们可以再来说说 溺水寒的数值系统 这又是另一个天大的槽点 其中最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设计就是 PVP和PVE装备不分家 这一点给这个游戏带来了几乎无尽的后患 我简单说三点 第一几乎废掉了词条的多样性 许多明显是PVP向的装备词条 无人问津 玩家追求的就是攻击防御和血量 你能想象一个新游戏 95%玩家的装备词条都大同小异吗 统统要搞三血一耐 首饰三宫 那你设计那么多词条干什么呢 极大的延长了一套装备的养成时间和精力 PVE和PVP分家的好处很多 比如偏向某一个方向的玩家 可以有针对性的挑选自己的养成方向 想做PVP装备就认真打战场 也外PK 想打PVE就找固定队 安心研究副本打法 有时间的玩家在考虑双修 可逆水寒成了什么样呢 一切PVP和PVE的玩法产出 通通导向一套装备的养成 所有玩家都必须打高端副本散 装备碎片 所有玩家都必须打满一周的战场点数 来给装备打孔 所有玩家都应该参加科举答题 因为产出高阶宝石 所有玩家都要去把其余点数刷高 因为会增强一点属性 这让逆水寒彻底变成了一个干出血的游戏 就算你再强再有钱 还不是得一周起码刷15场战场 还不是得把其余做得差不多 还不是要帮会活动夜夜不落 所有的一切新玩法 都是给所有人在做家法 游戏只会与日俱干 让玩家的负担高出天际 而干就意味着玩家的心态会变得浮躁 根本没心思欣赏你认真做的那些剧情 那些有趣的小交互 你想给玩家一个有沉浸感的交互世界 付出了很多努力 可到了玩家这里 一切就彻底变味了 根本没有静下心来 安心体验游戏的可能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公测时 逆时还会遭遇那么强的差评狂潮 因为他的游戏内容真的太割裂了 单机游戏一样漫长的剧情 点卡游戏一样强行逼干 免费游戏一样的超长养成线 制作组想的可能是 三手都要抓三手都要硬 到了玩家这里就成了 每个人都憋一肚子火 无处发泄 他有一个极其华丽的外壳 却没有一个生动有趣的内核 说句心里话 我不像许多人那样盼着这款游戏死 作为一个曾经的端游开发者 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好起来 给轻腿的端游市场重新注入火力 作为一个武侠文化爱好者 我也能感受到制作组 想要塑造一个江湖社会的努力 但目前游戏的状态真的非常不健康 制作组需要尽快做出取舍 到底是要把游戏往哪一个方向来做 到底是服务于土豪还是平民 到底是多干少克还是多克少干 不要把游戏停留在一个 让所有人都很难受的中间地带 真的难以抉择的话 不如分开点卡和免费服吧 让大家各取所需 我之所以在一年后的现在才站出来说话 也是因为我认为制作组到一年后的今天 还是靠着惯性在推动制作 开开心等级做做新副本 加加新战场 想要卖数值 从班转党手里扣点利润出来 却又做得遮遮掩掩 但这并不能有效改善逆水寒的根本问题 只是在给游戏勉强续命完成收入指标而已 我真的不希望哪天我网游史节目 说到逆水寒 给一个金玉其外败虚其中的结论 而是另一个痛改前非 努力逆袭的故事 好的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一定要记得长按推荐 素质三连和收藏 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下期视频是万众期待的闪客快打 收藏三万一周内给大家干出来 在这个基础上 每多一万就加大力度 缩短一天更新时间 有能耐你让我明天更啊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尽量高瘨